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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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防控疫情 各国对入境政策做出不同调整 不少国家要求入境旅客进行隔离 但不同地区 不同酒店集中隔离管理标准不同 有确定性比较高 国内外因集中隔离造成感染的情况已多次出现 国际上也多次出现隔离点成为风险点的情况 研究显示 截至6月15日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出现32次由于隔离系统论体导致的感染事故 造成约800例死亡病例 引发了9次封城 可见现在仍不是出境游的最佳时期 所以小乔给大家三点建议 一 非医药 非紧急 不履行 二 个人防护不容马虎 戴口罩 勤洗手 小聚集 三 提前做好出行规划 了解目的地防疫政策 最后 小乔欲祝大家国庆快乐 八 Meter Top 10 önemli動画 即illion 精力 刚